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蒂夕看中了我的房子 要花五十万买 她说 就当我吃点亏 让你白住了五年 可这套房子 已经涨到一百二十万了 而且还有传言说 那一代马上要拆迁了 她是有多大的脸 才会认为 我会把房子让给她 今天是我三十周岁生日 我特地提前一个月 订了皇冠酒店的包厢 想一家人好好聚一聚 可时间已经到了 弟弟和弟媳 却连个人影也没有 微信不回 电话也没人接 我爸铁青着脸 问我 清郁 还是打不通你弟的电话吗 我摇了摇头 没人接 可能在路上吧 我妈和我爸都叹了口气 苏明亮这小子 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连你的生日 都不放在心上了 闻言 我心底涌出一股酸涩 我和弟弟苏明亮 以前的关系特别好 苏明亮和我差了五岁 他从小就喜欢跟在我后面 我走到哪儿 他就跟到哪儿 别人都说 他是我的小跟屁虫 每次我过生日 他一定是最积极的那个 他会为我准备生日蛋糕 还会提前给我准备惊喜礼物 他曾经拍着胸徒说 姐 以后你嫁不出去 我就养你一辈子 可惜 这一切 在苏明亮和弟媳薛芳芳谈恋爱后 就全变了 他带着愧疚 眼睛闪烁地盯着地板 我女朋友说了 新时代的男性要守难得 要和一切女性保持距离 他指的一切女性包括我 还记得 弟媳薛芳芳第一次来我家 就嫌我家房子太小 他瞄了我一眼 撅着嘴说 这房子这么小 居然能住这么多人呢 话里话外 都是让我这个外人搬出去 为了不让我爸妈和我弟男做 我主动搬出了那个 我住了二十多年的家 搬到了公司附近 一个月最多回家一次 这次 我已经两个多月没见爸妈了 我看着爸妈皱着的眉头 开口打破沉默 爸妈 我们先吃吧 明亮和方方肯定是 有什么重要的事耽搁了 我爸哼了一声 他俩能有什么重要的事 刚说完 包厢的门就被推开了 传来弟媳得意的笑声 爸 我这还真有件重要的事 要告诉你 弟媳一头大波浪卷发 嘴唇上涂了艳丽的大红色 脚上穿着小羊蹄高跟鞋 手里还跨了个LV的包 一看就是新买的 弟弟苏明亮缩着脖子 跟在弟媳薛芳芳后面 爸妈 姐 不好意思 我们来晚了 说完 还递给我一个蛋糕 姐 这是我和方方给你买的生日蛋糕 祝你生日快乐 看到生日蛋糕 爸妈的脸色也缓和下来 我妈念叨 都多大的人了 以后可要准时 我爸虽然还板着脸 但语气也轻快了不少 快吃吧 菜都要凉了 就在我以为能好好吃饭的时候 弟媳薛芳芳摸着肚子 慢慢开口 爸 妈 我怀孕了 我妈家菜的手还没来得及放下 惊喜到 什么 芳芳 你怀孕了 太好了 老苏 咱俩要当爷爷奶奶了 我爸也拍了下大腿 哎呀 我终于要抱孙子了 弟媳薛芳芳摸着肚子 笑着问 爸妈 那你们是不是要对未来大孙子表示表示 哟 这是明着在向我爸妈要钱了 爸妈在厂里打了一辈子工 攒了几十年前 一共二十万 全拿来给薛芳芳当彩礼了 现在 爸妈哪里还有多余的钱 我偷偷踢了苏明亮一脚 想让她管管薛芳芳 可苏明亮低着头 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 气得我直翻白眼 我妈愣了一下 尴尬得笑笑 哦 对 是应该的 芳芳你怀孕辛苦了 我这有个玉手镯 就送给你吧 我妈说的手镯 是我外婆传给我妈的 自从我有印象以来 我妈从来没让手镯离过手 我妈说 看见这手镯 就好像外婆还陪着她一样 哟 妈 这么旧的手镯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薛芳芳露出嫌弃的神色 显然是看不上这镯子 这 芳芳啊 这手镯是明亮她外婆传给我的 也值个五千的 才五千 爸妈 你们是不是不欢迎 我肚子里的孙子 拿个破手镯打发 叫花子呢 看着尴尬的爸妈 和坐在那里装死的苏明亮 一股无名火直冲 我的脑门 薛芳芳 你不想要就算了 妈 你自己留着戴 我妈听了我的话 想了想 点了点头 就准备把手镯收回去 芳芳 你既然不喜欢这手镯 妈就收回去了 改天 妈再戴你 还没等我妈说完 薛芳芳就一把 抢过了我妈的手镯 套进了自己的手腕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都不带半点犹豫的 薛芳芳一边带 还一边扎着嘴 就是旧了点 但不要白不要 妈 你下次再带我去买个新的 我妈愣了愣 最后干巴巴地说了句 好 我还想说话 被我妈一个眼神阻止了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希望家和万事兴 能退一步就退一步 毕竟薛芳芳现在还怀着孕呢 我只能把已经倒嘴的话 吞了回去 使劲加了一口菜 才把火压下去 没想到 我不去招惹薛芳芳 她却先来招惹我了 哎 姐 你呢 你就不对你 未来大侄子表示表示 我停下筷子 咽下一口肉 心想 这人有病吧 才刚怀孕 就来问我要东西 我虽然心里这么想 面上却不露 还回了薛芳芳一个笑 等大侄子或侄女出来 我这个做姑姑的 给小家伙买个金手镯 姐 你也太小气了吧 才给一个小手镯 薛芳芳气得都站了起来 怒视着我 仿佛我做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坏事 那你想要什么 估计是以为我服软了 薛芳芳摸着肚子 又坐了下来 姐 我要的东西也不多 就你那套平江路的小房子吧 我和明亮也不让你亏 这样吧 你当年买它花了五十万 我和明亮也给你五十万 就当我和明亮 让你白住了五年吧 不过 我和明亮一下子 拿不出那么多钱 就先欠着 薛芳芳说完 还得意地抬了抬下巴 好像让我白住五年 是给了我天大的恩惠 爸妈听了 脸都黑了 就连我弟苏明亮 也瞪大了眼睛 使劲拉着薛芳芳的袖子 示意她别说下去了 我爸直接开队 那是清育自己的房子 不会给你的 薛芳芳拍掉我弟的手 眼睛一瞪 爸 大姑姐还没说话呢 你急什么 我肚子里怀的 可是你们老苏家的金孙子 等他出生了 就你们家 那个小破房子 够住吗 姐 我们出五十万 你也不吃亏呀 就当送你大侄子的礼物了 对吧 我冷哼一声 没说话 当初薛芳芳嫁进我家 嫌我家小 明里暗里要把我赶出去 我为了不让爸妈和苏明亮为难 就去平江路租了套房子住 两年前 房东家里出了点事 要把房子低价卖了 正好 那一阶段 我签下了一个大单子 老板给我发了笔奖金 我就用那笔奖金作为首付 咬牙把房子买了 那时 为了买房子 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 我吃了整整三个月的泡面 好不容易签了另一个单子 才缓过来 当时房子价格是五十万没错 但这几年房价疯涨 现在这套房子的市场价 大概一百二十万 更何况 最近有传言 说我那个小区可能要拆迁 周围住户都把房子捂得紧紧的 没一个肯卖房的 薛芳芳也不知道有多大的脸 竟然想用五十万买我的房子 还是先欠着的那种 我直接回答 薛芳芳 这房子我不卖 薛芳芳咬着牙 苏清玉 你什么意思 我怀的可是你们苏家的宝贝孙子 现在只不过让你把房子卖给我们 我们又不是不出钱 你居然不卖 我怒急返校 既然要买 可以 你们按照市场价来买 一百二十万 你把钱拿来 我马上卖给你们 薛芳芳呸一声 指着我的鼻子 苏清玉 你是想钱想疯了吧 你就花了五十万买的房 凭什么要我花一百二十万买 我妈看我们吵起来了 急忙喊停 清玉 芳芳 你们别吵 先坐下来 好好说话 尤其是芳芳你 才刚怀孕呢 别动了胎气 薛芳芳看我妈重视她肚子里的孩子 趾高气扬地瞪了我一眼 妈 你来平平礼 姐都三十多了 还嫁不出去 我看 她以后也是没人要了 以后她的东西 不都是我家宝宝的吗 现在只不过是早点而已 而且 我都说了 会花钱买的 说完 薛芳芳还对着我摇了摇头 一脸我不懂事的表情 芳芳啊 这房子 是清玉自己工作攒钱买的 我和她爸没用 没能帮上一点忙 全靠她自己一个人打拼啊 这房子 就是苏清玉的 谁都不能动 我妈抹了把眼角的泪 我这才发现 我妈的头上已经布满了白发 以往挺直的腰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已经勾楼了下来 我眼眶一酸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爸妈已经老了 但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却还吵到他们跟前 我踢了装死的苏明亮一脚 管管你老婆 苏明亮被点到名 尴尬地抓了把头发 她对薛芳芳说 芳芳 孩子还没出生呢 我们家房子还够住 等宝宝出来 我们再换大房子 薛芳芳推开苏明亮的手 等宝宝出生 就你这点工资 连养活我们娘俩都难 我还指望你有钱给我买房 苏明亮 你也不撒泡尿罩罩 你是什么德行 其实我弟每个月工资 也有七千 不算少 但耐不住薛芳芳 什么都要买好的 护肤品要买贵妇款的 包包要买最新款的 薛芳芳还一结婚 就辞掉了工作 说 女人就是要靠男人养的 所以这几年下来 苏明亮确实连一分钱 都没有存下来 好几次 她都偷偷找我借钱 才勉强满足了 薛芳芳的购物要求 薛芳芳见我们一家人沉默 直接放狠话 看来你们老苏家 是不想要我肚子里的娃了 那我就去把她打了 省得她生下来 跟着我吃苦 苏明亮极了 别呀 芳芳 我们被孕好久才怀上的 可不能打了呀 薛芳芳哀怨地瞪了我一眼 我也想生 但是某人不愿意 把房子卖给我们 以后孩子大了 肯定埋怨我们父母 没能力还生他 苏明亮听了 转身看了看我 眼底闪过一丝犹豫 我的心一沉 就在苏明亮要开口前 我爸出生阻止了他 明亮 芳芳 这孩子啊 是你们俩的 不是清育的 你们俩想生就生 不想生就不生 当然 如果你们把孩子生下来 我和老婆子肯定会帮衬你们 但是不管怎么样 老头子我先把话放在这 那套房子是清育的 谁都别想抢 除非老头子 我死了 苏明亮不由地叫出生 爸 你 雪芳芳腾地站起来 好啊 算你们狠 你们全家合起来欺负我 说完 他推了我一把 直接摔门走了 苏明亮看了看摔在地上的我 又看了看已经走了的薛芳芳 对着我欲言又止 最终苏明亮还是跺了跺脚 去追薛芳芳了 距离上次我的三十岁生日宴 不欢而散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期间 我给我爸妈打电话 劳两口都安慰我 说家里没事 让我别担心 他们说薛芳芳也就嘴上说说而已 没有真去打胎 让我过阵子 等薛芳芳气消了再回去 毕竟薛芳芳脾气再不好 也怀着孕呢 能体谅她一点 就体谅她一点 让我别跟薛芳芳多计较 我答应了 没想到 几天后 我居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我妈晕倒了 要住院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我妈病床前只有我爸 我还没来得及问什么情况 就被护士拖住 护士叹了口气 家属终于来了 快点去交费吧 等跑上跑下地交完费 拿完药材 我已经气喘吁吁了 妈 你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摔跤 我妈和我爸脸色铁青 最终还是我爸开了口 清玉啊 你妈这是鸡劳成疾 累得头晕眼花 才不小心摔了 老头子 你说这干嘛 清玉 妈没事 就是这几天 睡觉睡得少了点 人老了 都这样 看着我爸欲言又止的神情 我总感觉 事情没那么简单 爸 你来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爸叹了口气 对我妈说 老婆子 我们女儿聪明着呢 瞒不过去的 我妈也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示意我爸说下去 我爸告诉我 原来薛芳芳根本就没有打消 要买我房子的念头 她看我爸妈不愿意帮她 就使劲折磨我爸妈 薛芳芳仗着怀孕 什么家务都让我爸妈来做 扫地 拖地 洗衣服 买菜 做饭 这些常规的家务 倒是没什么 我爸妈本来就做 但我爸妈身体不好 平常三天才拖一次地 可是薛芳芳不行 她非得让我爸妈 每天把地拖三遍 只要地上有根头发丝 就得把地重新再拖一遍 我妈为薛芳芳烧的早饭 她不吃 天要吃无锡小龙 那家店没有外卖 我妈只能每天早上 跑去排一个小时的队 才能买到 大热天的 等我妈买完早饭回来 已经满头大汗 薛芳芳还不许我爸妈吹空调 说是浪费店 她自己却窝在房间里 一边吃饭 一边吹空调 害我妈好几次 差点中暑 还有 家里有洗衣机 但薛芳芳天天不让用 她说 她的衣服都是真丝的 洗衣机会把衣服洗坏 一定要我爸妈手洗才行 而且薛芳芳睡觉睡得晚 经常凌晨两点 才睡 每次她睡前 都会把我妈喊起来 给她做夜宵 我妈说 我老了 睡眠前 被她叫醒 做完夜宵 就睡不着了 然后第二天 还得一早起床 去排队买小笼包 这换谁都得病倒 我气鼓鼓地问我爸妈 苏明亮呢 她就不管管 她就让薛芳芳 这么欺负你们 我爸摇了摇头 无奈地说 明亮啊 也不是不管 只是她一开口 薛芳芳就捂着肚子喊疼 这不 刚把你妈送来医院 就被薛芳芳一个电话 叫回去了 连医药费都没来得及交 爸 妈 你们连医药费都没钱交了 我爸妈都有退休金 他们俩节俭了一辈子 省着点用 不至于没有钱交医药费 我爸妈对视了一眼 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一看他们这样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俩肯定是把钱 都给薛芳芳了 清玉啊 芳芳她说 要给孩子买奶粉 衣服什么的 她说现在是新时代了 要给孩子买好的 需要很多钱 我和你爸 就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了 我帮妈妈噎了噎被子 拍了拍妈妈的手 没事 妈 我有钱 医药费我来付 你们别担心 听完我的话 我妈的眼底湿润了 重重点了点头 唉 好 好孩子 其实我家不是什么重男轻女的家庭 我爸妈他们打了一辈子工 把我和苏明亮都送进了大学 苏明亮有的 我基本也有 但可能还是受老思想影响 我爸妈骨子里还是偏向苏明亮多一点 他们认为他们的房子是要留给苏明亮的 和我没什么关系 平常攒下的钱也都拿给苏明亮当彩礼了 却从来没跟我提过嫁妆的事情 所以当苏明亮这么对他们的时候 他们心里大概也不太好过 安顿完我爸妈后 我直接去找苏明亮和薛芳芳 一打开门就看见薛芳芳正开着空调躺在沙发上 一边看剧 一边吃葡萄呢 我那个弟弟苏明亮就在一旁包葡萄 伺候着 姐 你怎么来了 苏明亮擦了擦手 局促地站起来 苏明亮 你知不知道爸妈还在医院 他俩连交医药费的钱都没有 你呢 你在这伺候老佛爷呢 爸妈没钱交医药费 我 我不知道啊 我这就去给他们交费 苏明亮急忙拿着手机要出门 不用了 等你赶过去 医院早就把妈丢出来了 我已经交完费了 我看着苏明亮的动作 稍微消了口气 看来苏明亮心里还是有爸妈的 不至于完全黑了心肝 薛芳芳把嘴里的葡萄皮一吐 苏清玉 你说谁老佛爷呢 你骂我老 我一阵无语 薛芳芳的关注点还真新奇 薛芳芳 苏明亮 你们知道妈是为什么进的医院吗 我告诉你们 是因为她积劳成疾 薛芳芳 爸妈已经把所有钱都给你了 你还这么故意折磨他们 还有你 苏明亮 爸妈把你养这么大 你就看着薛芳芳这么折腾他们 你良心被狗吃了 姐 我 我没有 我 苏清玉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折磨你爸妈了 你爸妈不做家务 难道叫我一个孕妇做吗 薛芳芳挺了挺她的肚子 一脸轻蔑 我直接重重地拍了下桌子 薛芳芳 苏明亮 既然你们不好好孝顺爸妈 那我就把爸妈接我那去 说完 我转身就准备走 可我走到一半 突然看见卫生间的垃圾桶里 有片疑似姨妈筋的东西 我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谁知 薛芳芳见我盯着看 直接站在我面前 慌张地挡住我的视线 苏清玉 你不是要走吗 怎么还赖在这里 我瞪了薛芳芳一眼 转身走了 心里有个念头一闪而过 很快就到了我妈出院的日子 这七天里 都是我和我爸轮流照顾我妈 苏明亮和薛芳芳 连个面都没露过 我和爸妈都很默契地 没有再提起苏明亮和薛芳芳 可好几次 我都发现 我妈偷偷躲在卫生间里哭 我爸抽烟的频率 也明显高了不少 我知道 虽然他们嘴里不说 但还是念着苏明亮 一晃眼 爸妈已经在我家待了一个月了 他们已经渐渐适应新的生活 我特意买了拖地机 不用他们再整天拖地 衣服也全都丢进洗衣机里洗 只要把颜色分一下泪就行了 我爸妈现在一有空 就跑去广场上加入中国最壮观的队伍 广场五大队 两个人的脸上也渐渐扬起了笑意 我爸感叹 我和你妈忙了大半辈子 终于可以停下来歇歇了 可惜 好景不长 当天晚上 我和爸妈平静的生活 就被苏明亮打破了 苏明亮敲响了我家的门 苏明亮说 薛芳芳闹绝食了 原来 自从爸妈走了后 没再把退休金贴不给薛芳芳 苏明亮一个人的工资 根本不够薛芳芳花销 于是 薛芳芳闹起了绝食 她说 苏明亮 叫你爸妈把钱拿来 还有 叫你姐把房子让给我 不然我就把你的儿子饿死 苏明亮说 薛芳芳不仅闹绝食 还不停地打着肚子 她实在没办法了 才来找我们 苏明亮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 爸 妈 姐 我知道 芳芳她脾气不好 她的要求也很过分 但她肚子里 还怀着我的宝宝呢 我不能不管她 我妈气得捂着胸口 你寄予我和你爸的养老金 也就算了 但这套房子 是你姐一分一毫攒下来的 你好意思拿吗 我爸也哼了一声 往我妈身边站了站 什么话也没说 苏明亮犹豫地看着我 姐 我 我不是人 但我实在没办法 我冷笑一声 苏明亮 你这脑子 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不灵光 你回去吧 房子我是不会给你的 我建议你去看看家里的监控 薛芳芳是不是真在绝食 说完 我就把门关了 生怕关晚了 苏明亮会再说出些什么话来气爸妈 虽然家里迫事多 但最近也有个好消息 我这套房子已经确定要拆迁了 而且福利政策相当好 我这一套房子能换三套市中心的房子 外加六十万现金 我开心疯了 爸妈也直夸我有远见 当初低价买了这套房 第二天 我和爸妈刚要出门吃饭 居然正好碰上了来找我们的苏明亮和薛芳芳 薛芳芳一改以往的态度 一看见我就拉起我的手 笑得谄媚 姐 以前是我错了 我一时贪心 你原谅我吧 我听着薛芳芳夹着嗓音讨好的话 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忍不住抖了抖 我推开了薛芳芳的手 疑惑到 你怎么了 变性了 薛芳芳脸上闪过一丝阴狠 随即又很快笑了起来 姐 我这几天想过了 这房子是你的 我不该贪心 把主意打到这房子上 还有 我也不该仗着怀孕 就让爸妈干那么多家务 爸 妈 我不是故意的 我跟医生打听了 医生说我脾气变大 是因为怀孕 那个什么激素升高的缘故 我是因为怀孕才会这样的 现在我已经好了 你们别生我气了 原谅我吧 爸妈互相对视了一下 眼里露出犹豫的神色 我看出来了 爸妈还是希望 能一家团团圆圆地过日子 我妈说 芳芳啊 我和你爸原谅你了 但是我和你爸 在清玉家过得很开心 我们就不回去了 就住在清玉家了 不过等你生宝宝了 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忙 我和你爸肯定会来照顾你 薛芳芳瞪着大眼睛 什么 你们不跟我回去 那谁来伺候 不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们不肯 跟我和苏明亮回去 肯定是还在生我的气 苏明亮 你说是不是 说完 薛芳芳还装模作样的擦了擦根本就不存在的眼泪 苏明亮赶紧附和 对啊 爸 妈 你们就原谅芳芳吧 她真是怀孕了 才脾气大的 现在已经好了 眼看我爸妈进退两难 我直接打开大门 只给苏明亮看 苏明亮 这是我买的拖地机 不用妈再拖地了 那是我买的洗碗机 会自动洗碗 对了 烧饭机也在路上了 还有 爸妈每天七点雷打不动 要去跳广场舞 你觉得 爸妈是跟着你开心 还是跟着我开心 苏明亮看了看我指的各种机器 又看了看爸妈 她羞愧地低下头 爸 妈 那你们就住在姐家吧 薛芳芳明显脸上不愤 酸酸地说了句 姐可是真有钱 能买这么多好东西 是啊 赚了钱 肯定是要孝顺父母的 苏明亮 你说对吧 苏明亮被我点到 先是愣了愣 随即点头 对 对 从那天起 我和苏明亮 薛芳芳的关系 也在表面上缓和了起来 他们还请我们去 他们家吃饭 碍于爸妈的面子 我就去了 但我没想到 薛芳芳居然还挖着大坑等我 这天 我刚下班 就接到了薛芳芳的电话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 可我早就和同事有约 所以跟他说改天 今天就不去了 可是薛芳芳 却明显紧张起来 不依不饶地说 姐 你是不是还没原谅我 我就知道 以前我太过分了 你要是不来吃饭 我也不吃了 我心里疑惑 薛芳芳这是唱得哪出啊 姐 是不是真的不肯原谅我 我去求爸妈劝劝你 我无语至极 实在不想薛芳芳 再去打扰我爸妈 他们俩最近加入了社区的一个舞蹈队 现在一吃完饭就去练舞 说是要参加什么比赛呢 赢的队伍还能有几百块奖金 我爸妈现在可起劲了 好吧 我过来吃两口 但我后面有事 吃完就走哈 好 苏清玉 我等着你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薛芳芳这句话 带着点咬牙切齿的感觉 走进薛芳芳家 房子里居然只有薛芳芳 和他哥哥薛平贵在 我和薛平贵有过几面之缘 但他给我的印象不太好 长得贼眉鼠眼不说 他看人的眼神 就好像盯着猎物一样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苏明亮不在家吗 薛芳芳笑了笑 是啊 姐 苏明亮刚刚接到电话 说是工作上有些问题 老板喊他去加班了 姐 这是我哥薛平贵 你俩见过的 我礼貌性地和薛平贵点了点头 既然苏明亮不在 那我就下次再来 你和你哥好好吃饭 聊聊天吧 看我要走 薛芳芳急忙拦在我身前 别呀 姐 既然来了 就一起吃顿饭 不要浪费那么多菜 我一看 桌上确实有不少菜 也不好意思推辞 就只能坐了下来 看我坐下来 薛芳芳转身从厨房里拿出一杯水 姐 你先喝点水润润喉 我下意识想去接 我的手机却正好响了 不小心接了个空 水杯掉在地上 碎了 水也溅了一地 我刚想道歉 薛芳芳却大叫起来 苏清玉 你居然把水洒了 你为什么不接住 薛芳芳心红灼眼 怒视着我 不好意思 杯子破了 我陪你一个吧 我着实想不通 不就一个杯子 薛芳芳至于这么生气吗 薛芳芳没理我 直接看向了薛平贵 薛平贵一脸阴沉地点点头 薛芳芳看着我突然大笑 苏清玉 本来呢 我是想让你好受点 睡过去之后 再跟我哥上床的 现在嘛 你把妆安眠药的水洒了 那我哥只能来墙的了 薛平贵对着我黑黑一笑 露出两颗大黄芽 虽然我妹说你三十岁了 老了点 但我看你还是有点姿色的 以后跟了我 对我妹好点 不然 有你好受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薛芳芳和薛平贵 对我下了药 薛平贵想和我上床 我急忙转身想要逃 却被薛平贵一把拉住头发 扯了回去 小婊子 你还想要逃 我告诉你 今天你既然来了 就别想出去 薛平贵还凑到我身前 闻了一下 舔着舌头 真香 老子忍不住了 说完 他就要摸上来 就在这时 门外传出拍门声 苏清玉 你怎么样了 快开门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来得很快 直接把薛芳芳和薛平贵抓了起来 今天我原本就和同事小周 约好一起吃晚饭 讨论方案 可谁知薛芳芳会临时约我吃饭 我只能取消红和小周的约定 可小周说 姐 没事 我就在车上等你 你进去随便应付几口 等你那边结束 咱俩再去吃夜宵 顺便把方案做了 我想着这次的方案 确实要得急 就答应了 电话也是小周 见我迟迟不出去 才打给我的 我在接水时 听见手机电话响 就下意识接了电话 结果水杯就掉在了地上 小周在电话里 听到了薛芳芳和薛平贵 对我说的话 吓得急忙下车找路人 借手机报警 她还拿着她的手机 一边听着我的情况 一边跑到我家门口 看我情况紧急 就直接拍了门大喊 这次是小周救了我 要不是小周 我估计已经被薛芳芳和薛平贵得手了 警察局里 薛芳芳和薛平贵 一开始还死不承认 给我下安眠药 可现场的水字里 检查出了安眠药成分 小周由于职业习惯 每次通话都有录音 所以薛芳芳和薛平贵的 想害我的计划 清清楚楚地摆在台面上 就算他们想赖 也赖不掉 薛芳芳见事情败露 开始怕了 她对我说 姐 我就是一时糊涂 你就原谅我吧 我不想坐牢啊 在警察的盘问下 薛芳芳一五一时地 把她和薛平贵的计划说了出来 原来她想要我的房子 是为了卖掉 替她割出彩礼娶媳妇 她哥哥的女朋友 开口要三十万彩礼 才肯嫁嫁给她哥 可薛平贵哪里拿得出来 于是就找上了薛芳芳 可薛芳芳手里也没有多余的钱 于是把主意打到了我的房子上 谁知 我根本不配合 不肯出让房子 结果 薛平贵的女朋友 看薛平贵拿不出彩礼 直接和薛平贵分手了 后来 在听到我的房子拆迁 能分到那么多钱后 薛芳芳和薛平贵 想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让我和薛平贵 生你煮成熟饭 那么 我的房子和钱 也就都是薛平贵的了 他们两兄妹 打得一手好算盘 可惜 终究是邪不胜正 多行不易必自毙啊 薛芳芳看我不为所动 就开始抱着苏明亮哭 老公 你替我求求姐 我也是没办法呀 你看 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宝宝呢 我要是进去坐牢 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苏明亮抿着唇在哭 一边是她怀孕的妻子 一边是她的亲姐姐 芳芳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姐 薛芳芳哭得稀里哗啦 看得出来 她是真的怕了 明亮 我知道错了 我应该受到惩罚 但我们的孩子是无辜的呀 你看在孩子的情分上 求姐不要告我 好不好 苏明亮擦了把眼泪 似乎是终于下定决心 芳芳 把孩子打了吧 我们离婚吧 薛芳芳一脸不可思议 苏明亮 你叫我把孩子打了 你还是个人吗 这孩子可是你的种 我看着苏明亮 我这傻弟弟 虽然被薛芳芳哄得团团转 但还不至于为了薛芳芳 抛弃基本的三观 还算有救 薛芳芳还在道德绑架苏明亮 你摸摸我的肚子 孩子在叫你救救妈妈呀 我见状一把扯开薛芳芳的手 别装了 你根本没怀孕 当时我在薛芳芳家 发现带血的姨妈筋时 就有点纳闷 孕妇不是不来大姨妈吗 为此 我还专门去咨询了医生 医生告诉我 大多数孕妇 只要开始妊娠 大姨妈就开始停了 但也不排除有例外的情况 有些女生就算是怀孕 也会来大姨妈 我当时就在想 薛芳芳可能是这少数人 也有可能是根本没怀孕 就在警察拿着水字 去化验里面 有没有安眠药成分时 我把薛芳芳的头发 也浇了上去 拜托他们验一下 嫌疑犯是否怀孕 毕竟孕妇在犯法时 法官也会根据情况 适当调整判处年限 结果检查下来 薛芳芳根本就没有怀孕 薛芳芳惊恐地解释 明亮 你别听你姐的 她在说谎 我是真的怀孕了呀 薛芳芳的演技不错 但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她就像一个小丑一样 前言不搭后语 就算我说谎 难道警察也配合我说谎吗 苏明亮掰开了薛芳芳 抓着她的手 她对薛芳芳说 早点把离婚协议签了吧 说完 苏明亮就走了 任由薛芳芳喊破喉咙 她也再没回头看一眼 走出警察局 苏明亮就对我跪了下来 姐 对不起 我 我居然任由薛芳芳 做了这么多错事 我 我不是人啊 苏明亮说着 还狠狠打了自己几巴掌 我没拦着 苏明亮是该好好得个教训 等苏明亮把自己的脸都打肿了 我才叫停 苏明亮 以后你可长点心眼吧 苏明亮听了 知道我原谅了她 她直接像小时候一样 扑进我怀里 哭得撕心裂肺 后来薛芳芳和薛平贵罪名成立 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苏明亮和薛芳芳也顺利离婚 我和苏明亮 还有爸妈一起住进了新房子 爸妈很快就又在新小区找到 并加入了广场五组织 苏明亮也不再执着于情爱 而是努力奋斗事业 她说 我要挣钱给姐和爸妈花 我呢 就收收租 旅旅游 别提有多惬意了 丸子还要给大家 讲一个故事 大尼尔 你看你弟弟这媳妇咋样 我不敢置信地看向四周 又看向了眼前的几个人 溺水的窒息感仿佛还在 耳边是轰鸣的水声 即使我现在没在水中 可那种生理性的濒死感 仍然逼得我剧烈喘息了几口 我没想到 我被俩人活活溺死之后 竟然重生到了二十年前 弟弟与那女骗子相亲那天 大尼尔 你发什么呆呢 面对妈妈吸气的眼神 即使将指尖捏得发白 但我还是克制住浑身的颤抖和恨意 低下了头 前世 我对七个媒人同时给弟弟介绍同一个漂亮姑娘的事 觉得很离谱 我坚信天上不会平白无故地掉馅饼 虽然我弟弟已经到了试婚年龄 长得也可以 可他却是个智力只有三岁的傻子 那年他出生时 我妈难产 虽然极力抢救 可他身子骨一直虚弱 一直当宝贝似的养到三岁才发现 他的智力竟然是有问题的 为此 我劝我妈一定打听清楚 费了老鼻子尽才知道 那女人竟是个专门骗婚的骗子 我们将她扭送到公安局 我妈为此还得了村里的先进妇女称号上了报纸 可后来 一直到四十岁 弟弟都没能再找上媳妇 年进古兮的妈妈埋怨我当年多管闲事 断了白家的香火 还说早知道给点钱绑住那女人 直接生了孩子不就行了 天天说 叶叶说 一向信任我的傻弟弟 也开始埋怨我 他怪我让他错失了找漂亮媳妇陪睡觉的机会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两人竟然以妈妈病重为由 将我骗回家 趁我不被摁在了家门口的湖里 将我活活腻死了 想到这 我打了个机灵 看向了在我对面喝茶的女骗子柳依依 姑娘很漂亮 谢谢各位大婶 还给我们家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弟媳妇 只是我们家白浩的情况 人家都清楚吧 媒婆还没说话 柳依依立即回答道 都清楚的 我就是图她对我好 说着柳依依朝我那傻弟弟 娇羞地看了一眼 白浩当即就准备过来拉柳依依的手 但被我妈一手拉住了 好 好 好 大妮儿 赶紧进去给我包个红包 我们商量下一步事宜 我看着喜笑颜开的妈妈叹了口气 既然她想拿钱换个骗子媳妇 我绝不会再多言一句 只是我们白家这区区十几万的家底 能将柳依依喂饱吗 送走柳依依后 我就回房收拾行李 准备回自己打工的地方 大妮儿啊 你看你弟弟要娶媳妇了 要不你借妈点钱 我给她准备彩礼 我手下叠衣服的手一顿 怪不得呢 怪不得我弟相亲非要我回来长眼 原来是为了我手里的钱 我在外打工十几年 为了摆脱我妈 我省吃俭用就想在大城市买房 我手里的确有一笔三十万 准备买房付首付的钱 我尴尬地笑了笑 妈 您手里不是也有十几万吗 怎么还惦记我那撒瓜俩早的 妈妈直起身子认真的说 白婷 娶媳妇是给我们白家延续香火的大事 你这个姐姐不出钱不行吧 我也不要多 三十万 我震惊地看向妈妈 三十万 你觉得我哪里来得那么多钱 其实我更震惊 她是怎么知道 我恰巧有这么多钱的 手微微颤抖的手 几乎就要暴露我忐忑不安的内心 看到我的表现 她松了口气说道 没有三十万二十万也行 我可是知道 你在外边不舍得花钱 准备买房子的 我心下一沉 肯定是和我在一个城市认识的同乡说的 要钱我没有 你让我回来帮你长眼我也看了 你也娶到了想要的儿媳妇 明天我就走 我不掺和弟弟和弟媳妇的事 以后我会定时打款养老的 如果说钱是我对这个对我虎脚蛮缠的妈妈 还有一点血缘上的亲情 那被他和弟弟害死的时候 就已经全部割舍掉了 妈妈一句话也没说 就去了厨房做饭 我松了一口气 我以为被我冷言冷语刺激到的妈妈 是已经放弃了这个打算 没想到晚饭时喝了一碗 我妈弟来的稀饭后 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迷迷糊糊地在床上躺了三天 心越来越凉 好不容易身上有点力气的时候 我费力地去摸索包里的银行卡 可那里边却是空空如也 这下我全明白了 我妈为了我的钱 竟然直接给我下了药 等我完全清醒下床出门时 房门已经被锁上了 当我拖着依然有些发软的身体 好不容易找东西撬开门锁时 发现院子里一片红彤彤的 我从后院走到前院才知道 我弟弟白浩竟然和柳依依 在今天举行订婚典礼 等我闯到院子中间的时候 同村吃席的大神打趣道 这大姑姐疼弟弟啊 就是生病 今天还硬撑着来撞声事 我没管他们的打趣 干脆地在众人面前走上搭建的舞台 我指着放钱的托盘 对我妈说道 我不是来参加典礼的 我是来和我妈断亲的 我妈的脸色难看 弟弟手足无措的 不知道怎么办 急得团团转 而柳依依此刻 却一把攥住了弟弟的手 白浩一下子就安分下来 我瞥了他们一眼没说话 随即看向了我妈 我妈骂道 你在胡说些什么 赶紧滚下来 别坏了你弟弟的订婚 我冷笑道 你当我是女儿吗 为了弟弟 你给我下药 把我弄晕 拿了我拼死拼活 在外边攒到的钱 前世 得知弟弟有相亲对象 我满心欢喜地 拿了十万块钱回来 如果真的是个好媳妇 我会毫不犹豫地 拿出那十万给弟弟做彩礼 就算留下二十万 也能买个小房子 可后来知道 那女人是个骗子前 就没派上用场 后来的那么多年 我不仅养我妈的老 还一直供着我傻弟弟的吃喝 可他们却因为一件 本来就错的事 直接害死了我 我越想越委屈 在众人面前 哭得越来越大声 村里来吃酒的人 还没从我妈 给我下药 抢钱的势力 缓过神来 就被我生死历劫的样子给吓住了 最后场面直接遏制不住 村长站出来 上台劝住了我 白家大尼尔啊 你先别哭了 我知道你的委屈了 你想好了吗 断金这事 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啊 我吸了吸鼻子说道 我想清楚了 我妈拿了我的十万块钱 这钱我也不要了 就当我的养老钱 我写个证明 我们从今往后 直接断绝母子关系 我妈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她又看向舞台一侧 你浓我浓的弟弟和柳依依 随后她咬了咬牙 十万太少 我还要十万 我当即坐地下开始撒泼 叔叔婶婶啊 我妈要逼死我呀 十万就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我妈这是想要逼死我呀 从小到大 我妈拿给过我一个好脸 今天她为了钱把我迷晕了 以后她会不会再为了别的事 把我害死啊 看我这样 村长忙上来劝道 白家的 就这么着吧 虽然她爹没了 但是你们家底殷实 你拿了孩子的十万 这就是理亏了 随后我妈狠心地跺了跺脚说道 好 就这么着 反正我儿媳妇有了 以后多生几个大孙子 我也不差你这一个闺女 我当即从地上爬起来 拿出兜里早就写好的断绝书 一事两份 等我妈一千万 我立马去屋里拿起书包 直接离开 很好 就让这两人享受女骗子 带来的刺激生活吧 拿着这断绝关系的证明 以后就算我妈躺大街上要饭 也不关我的事 坐在离开的公交车上 看着窗外大片的油菜花 我心里一阵畅快 前世养着母子俩 我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 小时候 弟弟还没表现出 智力有问题的时候 只要爸爸不在家 我连热饭都吃不上 家里的活权是我的 为了吃饱饭 养猪喂鸡洗衣服做饭 全是我的活 就这样 隔三差五的我妈 还能给我时不时地 来顿竹笋炒肉调剂一下 后来弟弟表现出症状之后 妈妈才稍微 对我这个干活的好一点 可又不再管弟弟了 他想再和爸爸生个儿子 可那么多年 也在没药上 再后来爸爸就得疾病死了 因为他的临终嘱托 我就算辍学去打工 也供养了这母子俩这么多年 可这无私奉献的精神 都在他们害我的时候 烟消云散了 前世我已经还了命 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 时间一闪 几个月过去了 这天在外逛街时 竟然遇到了我那个大嘴巴的同乡 白亭你家可真有钱啊 三十三万的彩礼 你妈说拿就拿 你们白家在全市可都是出名了 我心里一咯噔 三十三万 我妈哪来这么多钱 我当即掏出手机 给我妈打了电话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据我所知 你手里也就十来万吧 加上我的十万 也就是二十万 你怎么凑到的三十三万 你们不过了 我妈得意洋洋地 在电话那头说道 要你管呢 我们不是已经断绝关系了 你管那么多干嘛 我找了个角落 捂着电话恶狠狠地说 你是不是动我爸留下的东西了 电话那头顿了一顿说道 要你管 不管什么东西 都和你没有关系了 我和你断绝了关系 可没和我死去的爸断绝关系 你要是动了那唯一的念想 我立马回去 把你儿子和儿媳妇搅和了 他支支吾吾地不说话 我却越来越害怕 我挂断电话 立马坐上了回家的车 家里没人 我直接犯了墙头 去了我妈放贵重物品的暗阁 我搭手轻轻一摸 里边果然是空的 我心底发凉 为了给弟弟娶媳妇 我妈竟然动了 我爸留下的传家宝 前世这个传家宝 也没能留到最后 柳一一被抓走后 没过两年 这个传家宝就丢了 我妈为此大病三天 我也难过了很长时间 因为它不只是个物件 还是我爸留给我的念想 我本来想处理完手中的事 将这个传家宝换个地方放的 因为前世我看新闻 后来还见过一个 和我们家传家宝 类似的平安寇 不过那东西拍出了天价 我猛地抬起头 不对 柳一一来我家 不会是为了平安寇 来采点的吧 就在这时 我妈推门进来了 她先是心虚 随后又硬着头皮说道 你不是说再也不回来了吗 怎么又来我们家了 我指着柜子说道 我爸留下的平安寇呢 那可不是留给你自己一个人的东西 那是个念想 弟弟和柳一一呢 他们出去旅游度蜜月去了 我推门就走 度蜜月 该不会拿着我们家的平安寇 已经跑了吧 我马上去派出所报了警 你真要举报自己的弟媳妇是骗子 面对女警察的质疑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随后女警察开始在电脑里查询 你说的那个人的确有钱科 可因为数额不大都已经调解了 你现在怀疑他骗你们家钱 你有证据吗 一下子把我问猛住了 谁知道柳一一 现在带着我弟弟跑哪去了 前世柳一一是被送到警局的时候 因为心虚又因为正在行骗 直接自己认了罪 从警局回来后 我继续逼问我妈平安寇的下落 得知我妈竟然五万块钱 卖给了一个外地商人之后 我气得心口窝疼 我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柳一一踩点 外地商人收获 而这回我那傻弟弟 早不知道被柳一一骗哪里去了 我要去报警 我妈拿着我弟弟刚打来的电话记录 阻止了我 你没别的事干了是吧 别打扰我儿子和我儿媳妇度蜜月 人家正蜜里调油的 你能别去处眉头了吗 我翻了个白眼 我关心的是我爸的平安寇 至于我那傻弟弟 让他搂着他那好媳妇 睡觉睡个够得了 因为不放心 最后我还是投铁地 去派出所报了案 可连联系都没断 警局根本不认为这是失踪案 至于怀疑那外地商人 那更是没有一点证据 而且茫茫人海如大海捞针 警察根本不会无缘无故地 帮我去查这个外地商人 我从警局出来后 因为蹲外地商人 直接住在了镇上 五天后 却又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大妮儿啊 你弟弟都三天联系不上了 该不会你说的是真的吧 我这两天 去你弟媳妇村里问了问 才知道 那些来参加婚礼的人 全都是假的呀 那都是他花钱雇的 前世我们没走到这一步 还真的不知道 柳依依的可疑越来越大了 我妈整天以泪洗面 两个月之后 终于熬不住 病倒在了床上 还没等去医院 柳依依竟然带着我弟弟回来了 两人风尘仆仆仆的 我妈一看弟弟回来了病 就好了大半 依依呀 你们失踪这么久去哪了呀 为什么我去你们村里问 人家怎么说 你是外地来的呀 你那些家人 都是雇的呀 柳依依咬着嘴唇 站在门口不说话 眼泪一磕磕地落了下来 傻弟弟一看自己媳妇 哭了急地在屋里转圈 柳依依这才开口道 妈 我就是外地来的 白皓之前给我端过一碗水 我就看白皓人 好想给他做媳妇 我怕你们家人瞧不起 我没有娘家 才雇了些人装我的娘家 随后又偷瞥了一眼 脸色铁青的我说道 妈 我好像怀孕了 这段时间消失不见 是因为手机给丢了钱包 被抢了 我俩费了好大的劲才回家呢 你的大孙子在肚子里 跟着我们可是受罪了呀 正说着 还适时地捂住嘴吐了一下 我妈高兴地 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然后埋怨地看向我 我就说 依依是个好孩子 怎么会是你说的那样呢 你可别在这添乱了 快走吧 至于你说的是 我会留心的 咱俩可说好了 我要回来你出钱啊 为了哄骗我妈 说出平安寇的下落 我让她看见 外地商人 再将平安寇买回来 可见我妈这蠢样 我摔门就走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既然这样 我还在这里做什么恶人 我一直在不断地打听 那外地商人的下落 还到处去恶补 那古董知识 其实我也知道 那平安寇 恐怕是回不来了 可我总是不甘心 除去她的价值 她更是我爸 留给我的遗物 何况柳依依说 自己怀孕了 可我觉得 一个为了平安寇来的骗子 怎么可能会真心给我 那傻弟弟生孩子呢 我总觉得 她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果然 就在临近生产之时 柳依依依又消失了 这下我妈总算不傻了 因为家里明面上的钱都没了 等我回家时 家里的东西被砸得七零八落的 没人陪我睡觉了 没人陪我睡觉了 弟弟一边砸东西 一边反复嘟囔这句话 我听得烦了 直接骂道 睡什么觉 你自己脱光了搂个枕头睡觉去 没想到 弟弟却放下手里的东西 一本正经问 睡觉为什么要脱衣服 我和依依睡觉都不脱衣服的 我诧异地看向弟弟 他眼神懵懂 还带着些傻气 我话还没问出口 我妈冲过来 扯着弟弟 你说 你和那女骗子都是怎么睡觉的 弟弟挠了挠头说道 不就是搂着睡觉吗 依依还说不能脱衣服 她把我搂在怀里就睡着了 她身上香香的 我妈听到这话 翻了个白眼 当即晕了过去 她怎么也想不到 她花大价钱取来的骗子媳妇 竟然让我弟弟一点便宜都没赚到 我招呼邻居 七手八脚地将我妈送进了医院 中间我妈清醒了一下 从她内衣的衬兜里掏出一张存折 大妮儿啊 妈错了 你用这钱给妈缴费去吧 等我妈送进病房 我拿着存折交费时 却被告知 存折是假的 我叹了口气 拿着假存折去找了我妈 怎么可能呢 怎么会是假的呢 放在我内兜里 怎么会变成假的了呢 你就没有换洗衣服的时候 听到我的疑问 我妈突然浑身抽搐 直接晕了过去 医生来抢救了半天 直到晚上 我妈才被从急救室送出来 她因为太激动 一下子脑出血 直接半身不随了 而我当然不可能拿出我的钱 给我已经断绝关系的妈 交钱看病 我将她安排好 就回老家 便买她自己的首饰 交医药费 等折腾了几天之后 因为没钱 医院也不让住了 无奈我只能 将我妈送回了家 刚去派出所交完证据 还没踏进家门口 就有一群壮汉找上了门 还钱 听说你家的钱都被骗了 你这样 可是没什么信用了 我们是来要我们那二十万的 二十万 吴秀英借了你们二十万 听到我的声音 那光头大汉 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下 你什么人 能替这瘫痪的老婆子还钱吗 她为了娶媳妇 可是出了五十万的彩礼呢 钱不够 她又从我这借了二十万 竟然不是三十三万的彩礼 竟然是五十万 我妈这个蠢人 为了这个骗子 不仅将我爸的遗物搭上 还外出借了二十万 我不认识吴秀英 你们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 听到我的冷言冷语 那大汉招呼手下 开始搬东西 我妈急得在屋里 呜呜地大喊 我头都没回 拎包就走 坏人固然可恨 可自作孽 谁也就不了 等村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已经是几天后了 白亭啊 你妈那样的 你得回来管事啊 你弟弟也找不见了 我们都知道 你家遭难了 但你妈躺床上 你可不能不管啊 我早知会有这么一遭 我声音干涩道 书 我签了断亲的证明 你是知道的 十万块钱 我不在养老 拿这女骗子举例 我说她是骗子 她还骂我 五十万啊 谁家娶媳妇 能出得起五十万的彩礼 她不仅将我爸留下的遗物 贱卖了自己 还去借了二十万的高利贷 我知道我弟弟不好找媳妇 可这明晃晃的圈套 她就自己钻进去了呀 电话那头叹了口气 我又接着说到 弟弟我会帮忙找的 可吴秀英 我是不会管的 你也知道 小时候她对我啥呀 说完我就干脆的直接挂了电话 为了平安寇 我在四处的奔波 有天当我下班时 我竟发现小区门口蹲着一个人 我刚把手伸进包里 准备拿出我防身的剪刀 没想到那人却突然朝我奔来 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路灯一照 我竟然发现那人是白号 姐姐 你也不要我了吗 她浑身脏兮兮 声音还可怜兮兮 我艰难地别过了头泪如雨下 三岁那年 白号表现出了和其他小孩的不一样 天天拿她当掌中宝的妈妈 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问题 可她想的不是去给白号看病 她想的是在和爸爸生一个健康的儿子 就这样 白号也被她丢下 后来白号就成了我身后的根屁虫 等外出打工的爸爸回家时 白号已经失去了治病的最佳机会 白号就这样永远地成了一个傻子 我知道我妈不会管我们 所以我抢来的吃的总会有白号的一口 因为我的保护 她没受什么罪 小小的白号就在我背上这样长大了 我爸临终前始终放心不下我和弟弟 我跪在他床前 答应他一定会照顾好弟弟 所以当我妈逼我出去辍学打工养家时 我不顾老师的劝告 毅然决然地走出了大山 可当我再回来 我却发现白号已经被我妈交歪了 但我依然尽我所能地在补偿弟弟 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 弟弟会被妈妈挑唆 最后对我起了杀心 以他的脑子根本就想不明白 好人家的女孩 为什么不会甘愿嫁给他 我看了看眼前脏兮兮的白号 抹了抹眼角 现在他已经知道有柳依依这个人了 对他 我不会再有太多心软 等这两天手头的事忙完我就将他送回白家村去 就这样白号在我家住了下来 可每到白天他总是不在家 我虽然心里有疑惑 可因为实在太忙了也没来得及过问 这天当我和往常一样回家时 打开门却大吃一惊 屋里的凳子上绑着一个人 而弟弟傻乎乎地回头对我笑着说 姐姐 你看 我自己把媳妇找回来了 椅子上绑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那消失已久的弟媳妇柳依依 眼前的柳依依依头发换了发色 脸上化了浓妆 要不是仔细看 还真认不出是一个人来 我上前拿下他嘴里的破布 他恶毒地咒骂道 赶紧放开我 你个臭傻子 怎么找到我的呀 我同样疑惑地 看着傻呵呵的弟弟问 白浩 你怎么找到他的 弟弟傻笑 是味道啊 依依身上有特殊的味道 我心下了然 白浩自小秀绝就很出众 讨巧的是 柳依依竟然出现在了 我打工的城市 他天天在外边晃悠 竟然让他找到了柳依依 我手一顿 我的城市临海 柳依依该不会想坐船逃跑吧 我掏出手机 立马打了报警电话 随后我长输了一口气 得来全不费功夫 只要抓到柳依依 那平安寇也有着落了 可警察还没来 我就被人从身后打晕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 我在一个正在驾驶的货车上 嘴上的胶带 粘住了我两鬓的几根发丝 四周黑漆漆的 我一转头 扯得头皮有几丝细密的痛感 我使劲用手挣扎 麻绳却又刺得我胳膊内处的皮肤 又痒又疼 黑暗带给了我巨大的恐慌 正当我急得浑身冒汗时 驾驶卫传来了声音 你带上那傻子的姐姐干嘛 她知道我们是骗子 我还怀疑她知道 我是为了什么去她家的 我变得清 这是柳依依的声音 对方没说话 下一秒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巴掌声 蠢货 这东西在我们手里 这么轻易能出手吗 收货的时候 我都打听清楚了 这白家大姑娘 在外边打工多年 存了不少钱 我们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苍蝇在小野食肉啊 干了这一票 路上我们就不用再出手 找目标增加风险了 再说了 要不是你被这傻子 认出来捉住 我们也不至于再换个地方 等到了歇脚处 问出她的财产 就直接将她弄死 我听到柳依依颤微微的问道 就和白浩那样 我的心一哆嗦 他们竟然将白浩直接给杀了 后背泛起一阵冷汗 不知道从哪吹来的风吹的 我后脖梗一阵发凉 不 不行 我不能就这样等着 我重活一世 绝不能再因为这母子的错误 将我的命搭上 我努力地去分辨车外的声音 渐渐地车竟然停了 忽然 车门开了 我赶紧闭上眼睛 装晕 一只脚在我身上踢了踢 我没忍住闷哼了一声 随后有人粗暴地扯起我的衣领 行了 别装了 我有数 这会你早该醒了 我睁开眼睛 看向了眼前的人 和他很利地说话声音不一样 这是一个外表儒雅 长相普通的人 怪不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我妈说的那个外地商人 他在人群中 绝对是看了就忘的那种人 说吧 你的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我瞳孔一缩 眼看他拿出来一张 我最熟悉的银行卡 那是我准备用来买房的钱 整整二十万 加上给我妈 无锈英的十万 这是我省吃俭用 十年存下的 我不答话 眼睛直直地看向 货车厢门的下方 有几辆车又依次停到了这里 这是停车场 我还没仔细想 男子直接给我来了一巴掌 巨大的冲击让我的耳朵 闪过一阵轰鸣 他一抬手撕开了我嘴边的胶部 刺痛感让我不得不闭上了眼睛 我撕了一声 我说出密码 别再给我沾胶部了 别折磨我 让我死前做个饱死鬼 长久的未进水 让我的声音有些嘶哑 他定定地看了我一眼 好 我闭上眼睛 无奈地说出了那串数字 密码是真的 我明白当务之急是先从这两人手中活下来 那男人脸上面露洗衣沉吟道走吧 去前面坐 给你点饭吃 此时肚子也咕噜噜地响了起来 在男人给我松绑后 我忍下心中的狂喜 跟着下了车 一下车我才知道 这竟是高速的服务站 你怎么让他出来了 柳依依咬着面包 震惊地看向我 男人眼皮子都没抬 说道饿死他钱怎么办 我故意激怒柳依依道 怎么着 死前还不让人吃饱 拿我的钱 起码也能在死前换一顿饱饭吧 柳依依闪躲地看了一眼男人 随后冷哼了一句 吃吧 吃饱了 好和你那傻弟弟一样 上路做鬼 我没搭理他静止坐下 拿起面包 大口大口地啃 我在心里给自己鼓气 老天又给我一次机会 是为了让我查明真相 弥补遗憾的 我肯定能活下去 吃饱饭 保持体力 现在才是我最应该做的事 吃着吃着 我突然问柳依依 你是怎么知道 我们家有平安寇的 柳依依得意地昂起头来 还不都是你那个好妈 你问问你们村 谁不知道 你家有个平安寇啊 我从隔壁村踩点的时候 去你家附近转了一圈 瞧了你傻弟弟一眼 我就知道用啥招数了 原来一切都是我妈招来的祸患啊 我们家安稳了那么多年 全靠村里人的心善 男人听到我俩的对话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却没多说什么 吃完饭我就被赶到了后车厢 我闭上眼 静静等待着机会 既然在高速上 就肯定会下高速 又开了几个小时 我听见了外边吵吵嚷嚷的 不断有广播的声音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下了高速没多久 我们就遇上了警察查车 驾驶座的男人 笑吟吟地给警察递烟 可听到远处 越来越多的警车时 他脸色变得阴沉下来 即使他家大油门 奋力抵抗 可最后还是被擒住了 而柳依依 在逃跑过程中 摔断了一条腿 我穿着已经没了 后半边的衬衣 被接进了医院 因为在后车厢受到撞击 情绪又紧张 乍然被解救我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 已经是两天后了 我从内衣里 掏出了一个录音笔 看着那还有垫的录音笔 我松了一口气 老天队重来一次的 我的确有些优待 因为最近在到处 查评安寇的事 为了回家 能将内容详细记录 我随身携带了一支 常开的录音笔 放在了内兜里 男人抓我的时候 对我毫无防备 他翻了我的银行卡 却没对我搜身 我就这样录下了 他与柳依依说的所有话 下了高速后 货车行驶缓慢 我从没关紧的货箱里 将衬衣撕成了条 求救路人 才引来了警察 我将录音笔交给了警察 警察以对话为突破口 对柳依依展开了审讯 起初他还嘴硬 当警察质问他白号死亡的事实时 他终于崩溃了 而我也才知道 我的傻弟弟白号 被男人打得半死 就被扔在了那片海域 因果终有轮回 这一世的他 竟然也被活活溺死了 可惜的是 那片海域太大 尸首无法捕捞 随后柳依依承认了 他与倒卖古董 叫龙哥的男人 合伙谋取了 我家的家传之物平安寇 经专家鉴定 那块平安寇 的确是一块 价值千万的古董 因柳依依与龙哥之前的罪行 还在清点 所以暂时没有做最终判决 我回白家村的时候 我妈正蓬头垢面地 躺在床上 屋里散发出一股排泄物 难闻的味道 这些日子 全靠村民给口饭吃 他才活下来 至于别的肯定就不会那么细致了 虽然坏人已经被抓到了牢里 可我却不想让他这个两辈子都害我的罪魁祸首 安然地躺在床上 他不配 我进屋的时候 他直愣愣地看向我的身后 我知道他在找我弟弟 他以为那个给快堂 就乐颠颠叫他妈的傻子 永远都会回家找他 在我离家打工多年后 他和弟弟早成了彼此的依赖 否则前世弟弟也不会那么听他的话 直接将我摁到了湖里 夕阳的晚霞 通过玻璃折射到墙上映的血红 黄昏很美 只是天要黑了 你知道我们家为什么会被骗子盯上吗 他用尽全力摇了摇头 我平静地盯着他的眼说道 因为你 因为你和别人显摆 我们家有传家宝 所以倒卖古董地盯上了我们 因为藏得太严实偷不走 所以找了个女骗子 以媳妇的名义住进了我们家 她的眼神大为震惊 但还是直勾勾地看着我身后 别看了 白昊死了 被他们活活溺死在海里了 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说完这句话 我起身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土 和吴秀英说道 再也不见了吧 后来我就带着那枚平安扣 和警察返还给我的二十万 继续回到了我打工的城市 其实柳依依胆子很小 前世一被揭穿她就认了骗人的事 可这一事 因为我妈的过度自信和贪心 最终导致我们家破人亡 后来村长在某一天夜里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妈吴秀英在最后 意识终于清明了 她选择了绝食自杀 葬礼我并未参加 但最后我让村长用收的丧礼分子钱 支付了火葬场的费用 至于不够的我补上了 至此我不再欠吴秀英的任何东西 而白昊我也让人在爸爸旁边 做了一个衣冠种 希望下一世 我们都不要再相见了 后来柳依依和那个龙哥也被判了 柳依依是第一次被龙哥盯上合作 但因白昊死时 他是帮凶 所以他被判了无期 而龙哥身上还有几件案子 恕罪并罚 直接被判了死刑 立即执行 我辗转反侧了几页 最后还是决定 将平安寇券给了博物馆 家都没了 再留着我爸的念想 也没什么意思了 何况我身邪俱财 总有一天还会被人盯上 放到博物馆里 想我爸的时候就去看看 也挺好的 这人呢 总要找到与自己能力匹配的东西 一味的贪心 总有一天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代价 因为没有吴秀英的不断诈取 几年后 我不仅升职 还遇上了自己的命定之人 后来我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原生家庭的伤痛 给我带来的伤痛 终于不再靠对王父那 为数不多的思念来缓解 我终于得到了我想要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